今天的研究呢,主要就是要再講的 再生利用型防腐劑合成與抑菌效果的探討 而呢,整個研究當中呢 其實我們最一開始就是選用 市售還有自製的餅栓蓋 來去做相互的比較之後 我們進行了各項實驗的研究以及測定 利用PDA的培養機來去看抑菌的效果 並且調整整個PH值濃度的不同 再利用整個圖表的趨勢分析 還有包含了整個攝影的面積 來去了解抑菌的效果 綜合研究找出最佳的抑菌效果 還有它的研究效益 那在整個研究當中我們發現了 濃度越高的時候它的抑菌效果最好 而且綜合上述我們發現 抑菌效果最為優異的是濃度2.5克每公斤 以及PH5的蛋殼所製成的餅栓蓋 抑菌效果是最好的 從整個研究的圖A跟圖B 這兩張表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是各種我們所製作過的 包含了市售蛋殼 牡蠣殼 蛤蠣殼等等 來去做整個餅栓蓋的比對 我們發現以蛋殼來說它的一個抑菌面積的 可以看到它生長黴菌的面積是最小的 代表著它的抑菌效果是最為的優異 從各個整個餅栓蓋的調整PH值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蛋殼PH5跟蛋殼PH6 還有包含整個與市售比對之後 它們的線幾乎是重疊的 也就是代表其實兩個的一個抑菌效果 都是相當不錯的 最後在研究的結論 我們發現了將餅栓蓋分為不同濃度 來去做比對之後 餅栓蓋的用量是在每公斤2.5克最為的優異 而這樣的一個濃度也符合我國行政院衛生署 以及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 還有歐盟黑麥麵包的用量都是符合的 而且在第二點 將濃度固定之後 我們做不同種類的餅栓蓋的探討 發現市售餅栓蓋跟製製餅栓蓋抑菌的效果是相近的 如果把餅栓蓋的蓋來源換成包括了我們所說的蛋殼 蛤蟆殼等等這樣的一個廢棄物 就可以達到廢棄物再利用的效果 也可以大幅降低餅栓蓋製作的成本 最後的一個研究結論呢 就是我們調整後的PH值餅栓蓋 跟沒有事先經過調整的餅栓蓋抑菌效果有明顯的差異 而在PH5跟PH6當中 PH5的抑菌效果最為優異 反而呢 在整個包括和市售 以及自製的餅栓蓋來去做比對之後 反而自製餅栓蓋的效果又更加的優異 也顯示出我們研究將有相當大的一個效益 是值得能夠應用的 而往後呢 我們未來展望是希望 自製的餅栓蓋它的蓋來源因為是廢棄物 所以可以降低呢 整個餅栓蓋製作的成本 另外近年來呢 常見的食品添加物質 能夠讓畜牧的一個提升它的肉質 還有蛋物的免疫力增加 都是從飼料中加入營養源 使牲畜呢增加它的一個賣相 所以呢 如果在研究中加入自製的餅栓蓋 不但可以當作於飼料的防腐劑 其中的一個蓋離脂 也可以增加為飼料的一個營養價值 那最後呢 這整個研究它專題的經濟效益 哇塞真的是達到百分之百 而且它的效果就像電衣女王謝金言所說 乙姬邦乙姬邦 相當的優秀 非常好的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 我們投入了兩年的歲月得以完成 因為即使互動緊密相連 所以創造了無與人比的專題研究 因為我們的堅持 只為做得更好更加完美 謝謝你們的支持 讓我們能有機會 與您一起分享研究的喜悅 謝謝